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频道的开箱时间了 今天要开箱的这个产品虽然不是一件新的产品 但是对于近期的情况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用得着的产品 这件就是MOMAX的Qpower UV Box 近期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 我也不在这里多说了 免得让YouTube弄我的视频 所以大家都特别注重清洁和卫生 而之前有调查说过 手机上的细菌和病毒是非常多的 如果不清洁的话 随时会比厕所的厕所的厕所 所以我觉得在近期的情况来说 这个产品就非常用得着了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开箱了 让大家看看盒子 盒子上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产品除了可以用UV灯来做消毒之外 另外也有一个10W Fast Charge的无线充电功能 而后面也说了一些规格 就是无线充电方面 iOS最多7.5W 而Android最多10W的无线充电 其他规格都没有什么特别了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箱了 盒子里面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 首先就是一个消毒盒 另外就是有一条充电线 就是一个USB Type-C 去USB A的充电线 盒子里面有一个开关键 上面显示一个18和30分钟的消毒程序 根据厂方的公布 18分钟就可以消灭 99.9%的大肠干菌和金黄葡萄球菌 而30分钟就可以消灭 99.9%的白色脸猪菌 盒子里面这个圈 其实就是无线充电的位置 而打开大家就会看到 里面有一块眼镜布 另外就有两个泵 这两个泵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用来塞一些香氛 你滴一些香氛在这个位置 在消毒的时候就会顺便加上香氛 就可以令到手机有更加清新的香味 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了 就是说明书 保用证之类 而机器的两边 就会看到 有两排的LED灯 这个手机放进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消毒了 而机身旁边 就有一个USB-C的插头 这个就可以连到 你们本身自己手机的USB充电器 整个盒子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 究竟这个盒大约有多大呢 我用我自己那部比较大的手机 就是Sony XZ2 Premium 放进去 还有少许空隙 基本上大部分的手机都应该放进去 盖起来 盖起来 就已经可以进行消毒了 好 接着我们就插了电去试一下 现在插了电之后 就会显示 有两个灯号 如果绿色灯就是18分钟 再按一下蓝色灯的话 就会是30分钟 这样按着了 它就会立刻计时 而在这个时候 消毒盒就会正式运作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打开一点点 就会看到是有点光的 但是如果一打开了 它就会立刻关掉 大家就不用担心 这个盒子就会意外洩漏一些紫外光 令到伤害到大家的眼睛 只要盖起来 它就会立刻继续消毒程序 而按住它 它就会关机 大家就可以打开盒盒 然后拿一部手机出来 消毒的程序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除了手机之外 其实大家随身都有很多物品 例如锁匙、耳机、耳環、戒指之类 都可以放进去做一个消毒的程序 这样你所有随身的物品 都可以一样保持一个 维生、干净的状态 都是一样 很简单放进去之后 按按键消毒 接着够钟就可以拿出来了 至于无线充电功能 就更加简单了 不需要开机的 只要插了USB、通了电之后 然后放一部手机进去 大家就会看到 立即收到无线充电的讯号 在这个时候 手机就立即充电了 我手机的电池 就大约有3540mAh 而我大约要充电85% 就是大约3000mAh 总共用了两个小时 最后零44分钟 就由15%充电到100% 都算是正常的速度 好 今次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这条影片 就记得CLS 留言、赞、分享 留言、按赞和分享 另外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旁边的小钟 接收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 你就会立即收到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